我国东北部一些地区的光纤宽带网络服务昨天晚上 昨晚中断 直到今早的11点左右才全面恢复 约3000名用户受到影响 Netlink Trust公司表示 光纤宽带网络服务会中断是因第三方承包商 在阳错岗路展开工程时切断光纤电缆 公司说 肇事的承包商并不受聘于公司或公司的供应商 本地三家电信公司也在社交媒体上留言 向客户交代服务中断原因 以及更新电缆修复进展 据了解受这次服务中断影响的用户 有的来自榜额 盛港 还有惹蓝加油